長榮行情勞資爭議延燒 公司釋出善意 七號在內部公告 農曆年前將發放激勵獎金四萬元 春節出勤也將額外給予加班獎勵 目前已經有超過兩百位的長榮行情 基層員工在進行連署 才終於看到公司有一些前進的方案 但其實先前勞資雙方 才因為年中補發問題引爆衝突 長榮行員工向董事長陳友裕提問 直球對決要年中 台下其他人掌聲附和 一月六號長榮行由董事長親自召開 內部員工溝通會 但勞資雙方沒共識 現場泡聲隆隆 沒有我們 飛機可以出去嗎 有的 如果他會自己看飛機嗎 你發一個月也太難看了吧 陳友裕解釋 疫情期間長榮航空靠貨機賺錢 但對長榮行情收入沒幫助 因為行情少了裝卸清倉洗衣免稅品等各種收入 這些都是客機才會有 只代理貨機就沒有裝卸以外的其他收入 雖然董事長先前捲起袖子揮汗幫忙搬行李 但員工不領情 認為他什麼都不敢承諾 如今態度急轉彎 替出額外獎金以及加班獎勵 盼能稍稍平息 員工怒火 TVB新聞 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